而SSR的套裝會多了兩個附加的屬性 而SR只得一項附加屬性 如此類推 影片開始的時候大家可以按訂閱鍵 以免錯過最新的遊戲資訊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中的頻道 今天我們會玩一隻新遊戲 這隻新遊戲就叫做倉之騎士團R 而今天已經推出了這隻遊戲 想分享一些攻略給剛剛入坑的觀眾 究竟有什麼技巧值得留意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角色 每一隻角色都會有六為數字 就是生命值、攻擊力、防禦力、魔力、魔抗 另外有附加屬性的 例如暴擊率、暴傷率、暴抗率、破防率、破魔率、恢復率等等 我們可以透過騎士的屬性 就初步了解到那隻角色的定位 例如現時這隻就是首抽可以免費獲得SSR角色 奴技師 而定位大家可以透過他的屬性 就知道他究竟是什麼定位 就是屬於一隻坦克 主要生命值和防禦力為主 而每隻角色除了有六為數字之外 就會有三招技能 當進入戰場的時候 主要會有普攻技和奧爾技 普通技就像平常的遊戲普攻 奧爾技大家可以理解成為必殺技 但必殺技會有一個條件 大家可以看到這招技能 除了技能範圍之外 而右邊也有三個黃色格仔 而三格黃色格仔就代表奧爾技 要使用這三個格仔才可以觸發奧爾技能 但一些奧爾技能就不需要三格氣力就可以出到 例如我們免費可以獲得的角色 洛洛莉亞 他的奧爾技能只需要兩格就可以觸發得到 所以大家除了要留意六位數字 普通技和被動技之外 最重要是奧爾技能除了實不實用 還要留意他的格數 究竟有多少格才能觸發得到 大家一定會留意的就是首抽部分 首抽部分基本上第一次的十連抽 就會必中一隻SSR 而SSR的角色我個人就十分推薦用坦克的角色 坦克角色我會推薦路基斯 他自身已經有一個嘲諷的效果 而這一招技能還會有三格攻擊範圍 變相對方如果他的站位站得不太明智的話 在PVP或闖關都可以用這隻角色來做坦克 另外大招也是主要有嘲諷的效果為主 然後到他的被動技 被動技其實牽涉到普通技和奧爾技 當受到攻擊的時候會進行反擊 反擊傷害就是自身生命值6% 所以我們推這隻角色最主要除了推防禦力之外 就是推高我們的生命值 生命值可以配搭被動技能 令到他的反擊傷害提升 介紹完一開始首抽的角色之後 就會介紹另外一隻打手 基本上每個都必定要抽的 就是李岸 而這隻角色定位是一個輸出型的打手 所有輸出型的打手 我們基本上都會用大量的成本 投資到這隻角色身上 我們看看他的普通技能 普通技能對指定範圍造成物理傷害 而每一招技能亦可以提升他們的等級 最值得大家留意的就是 當那招技能提升到他三顆火的時候 除了提升他這招普通技能的傷害 還有就是當攻擊的時候 暴擊率額外提升30% 還有奧爾對單體目標造成180%的物理傷害 之餘如果對方附帶一個負面的效果 自身暴擊機率再提升20% 如果配合奧爾技能他的補擊傷害 已經可以大大提升到56% 然後我們再將他升到3級 就直接上到76% 帶前提我們還未計算其他SSR的裝備 所以大家看到這隻角色的潛力是非常之大 我們見識完他的強大攻擊力之外 就是他的被動技能 被動技能就是當擊殺其中一個對方 就會對目前生命值最低的敵方 再額外進行多一次攻擊 大家可以留意一個關鍵字 就是生命值最低 如果他觸發了擊殺對方的時候 基本上很容易會再次觸發多一次被動技能 觸發完被動技能 雖然你會見到只有40%傷害 但很容易就會再次觸發多一次 因為他每一次的行動 最多可以觸發兩次 邊傷來說 我一個回合是可以連續攻擊3次的敵方 如果我們把這招技能提升到3級 邊傷 我們可以一個回合是攻擊4次對方 是很誇張的一招技能 所以大家就會明白到 為什麼這麼多人只會抽里昂的原因 就是配搭他的攻擊傷害率 大大提升完還可以配搭被動技 觸發多3次或4次的額外攻擊輸出 非常吸引 然後我們說一說裝備 裝備其實主要都會玩4加2為主 因為你就算齊集了6套 他的效果其實都一樣 所以通常都會搭一件攻擊力加15% 以及搭多一件有4件效果的技能 所以打手都會配搭流光 再加以同仇的 加攻擊力之餘 再加傷害技能 另外我們有其他角色 例如魔法師等等 會加他的魔法傷害 還有一些治療效果等等 而坦克的 就會加一些加物理減傷的套裝 還有一些工具人的 就會提升他們的生命值 所以裝備套裝都會有不同的配搭 然後我們再說裝備 都會有分不同的級數 分別就是有 N級和R裝的品質 SR裝備品質 我們也可以透過商會的道具騎士精神 就會買到相關的道具 而SSR的套裝會多了兩個附加的屬性 而SR只有一項附加屬性 如此類推 所以單純的裝備系統 其實都有非常多不同的東西 是給大家玩的 然後講完這隻遊戲的文章系統 而文章系統也是這隻遊戲最大的賣點 相比其他遊戲來說 因為它不是升技能 好像用俄羅斯方法 將這些方法填進去 大家會看到有很多不同的能力值提升 但是如果大家要製作這些方法 就要打一些相關關卡 例如行運之環 可以打外傳 一些自選包等等 其實大家都會看到很多不同的入手途徑 文章除了我們這樣組裝完之外 大家會看到右邊有不同的階級 例如R SR 以及SSR 還可以按回突破 這隻遊戲的培育系統 都是很多不同的東西給大家玩 也會有一個加成表 加成表就會看看我們有哪些角色 可以獲得這個文章的加成 然後最後一部分就是 講講究竟有什麼效率 去提升我們的等級 其實這隻遊戲的主要 都是用一些體力去推我們的主線 因為主線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我們要有相關的等級才可以開鎖 例如要去到17層 那到這個時候大家有什麼做呢 就是去打PVP系統 打試煉 試煉就必須要打滿它 以及打外傳 會有這幾樣東西給大家去玩 因為還有一些推塔的關卡 目前還未開放 之後大家可以去推塔 外傳可以打普通的精英 直到不停打精英的關卡 因為精英關卡每天只限打三次 我通常都會把所有體力 全部拆掉三次 可以幫我們提升等級之外 又可以獲得稀有的材料 就可以一舉兩得 還有補充一點 就是這些關卡 除了有這個星數 拿回這類獎品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成就 你可以打開關卡 按成就 例如三個回合通關 上陣騎士四個 至少上陣一張打職業卡的角色 等等 大家就不要忽略這個成就 這就是我覺得這遊戲的好玩地方 除了像戰技之外 還有一些元素 需要大家去考慮一下 如果大家對這遊戲有任何意見 歡迎可以在下面留言 未訂閱的觀眾可以按訂閱 或者按個讚 分享給你們身邊的朋友 還有就是 開了個騎士工會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就可以加入這個工會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